这个今天不光来了一位仇人 还有桃红的其他仇人 都跟我有关系 谁知道都你带来的 你说这字你熟吗 我来问一下我们的二号朋友 您有什么要说的话 我和小桃呢 差点成为夫妻了 很多人都能够正视这个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下这圈就小了 差点跟你成为两口子 然后呢 后面还说一句没听懂 后面说一句日本话没听明白 后面俩什么话 好多人都能证实 哎呦你什么二音的 这都是好多人都能 哎你说你打金针太广了吧 差点跟他成为两口子 肯定不是徐征啊 那说明又是同学 又是合作过的 对吧 关系还略显暧昧 又选点 没有成为夫妻 谈恋爱关系 对搞个对象 搞对象关系的 你想一想 就在这些个前男友里边 挑挑宅人 想不出来 就太多了哈 也是 你换谁谁也想不起来 你看 三五百人哪能都尽数 你看他幸福了 真希望是真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改了花痴了 这后期播出这条 这一定给他剪了啊 来给他放在网上 哈哈哈哈 这多幸福你看 我们没有猜出来 您手里再给点吧 再让我说一个嘛 说吧 说吧 你不说也难受 这要再放出去就没法弄了 哎 小桃他们家的财产呢 以后 很有可能都是我们家的 来接收的 你们家的财产 有可能都是他的以后 我知道了 你们家财产都是他的 那就是你 你的女婿 哎呀 郭涛老师嘛 为什么这么说呀 郭涛老师 郭涛老师 你怎么会说是郭涛呢 哎呀 女婿嘛 女婿的爸爸 哈哈哈哈 我没听明白 我明白了 是真的吗 哎呀 哎呀 没办 上赶着 我们也没办 哈哈哈哈 郭涛跟你聊过天 说以后 做一个儿女庆家是吗 不是 他 我说听着你儿子 帅哥看看 他心灵 哪 这给我看的一瞬间 忽然江总说 先说好了啊 这个将来万一 那个人结婚什么 不许管啊 这个 就先定一娃娃亲 再说 我说 让不给看是吗 那我同意了 然后才给看呢 看完后悔了吗 看完以后 觉得他会后悔的 真的呀 这娃娃亲里 有一孩子 长得跟娃娃菜似的 说的是郭涛是吗 好了 我说万一 我们家人特贼怎么办 不应该不会吧 也没准的事 就是 好吧 今天来了现场了 看来不是外人 是桃红的儿女庆庆 我们掌声有请 看看到底是不是郭涛 谢谢各位 他有胡子 这下不续嘴 我有一年没看见你了 是 又来了 每年都来是吗 有事就来 之前拍戏也在一块拍过 我来差点谈合作的事 没成功 他跟我当儿女庆庆 但我那也是儿子 好 你回家赶紧生一下 谢谢 真的是 真客气 快坐吧 这个一说 有可能你们家财产 都归了他 这就乐了 我知道是郭涛老师 一听到财产这事就乐了 刚才你说了 差点呈两口子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是06年吧 就是 我跟宁浩合作的那个 《风光舌头》里头的那个老婆 本来是他演的 我来不了 很遗憾 这回呢就是 虽然是合作了 但是也 没成为夫妻啊 就是咱们这个也就 这辈子也没什么缘分了 在戏里也谈过恋爱 谈过恋爱吗 天使不寂寞 对 谈过恋爱 没接受婚 结果戏里面跟别人在谈恋爱 对 岔开了 最后就咱俩遇见了一个皮线 对 这刚才您说了第二条 说他的事你都知道 你们这不可能是同学啊 同学啊 大学同学 你这个状态 要说的是当时的校长路人心 这你就说对了 我也曾经年轻过